80到90岁了,帽叠也到了最后了。 帽,老下面加一个毛,身体还要长毛吗? 如果你能活到这个时候,你耳朵通常耳朵眼里面会长出好毛, 那是代表长寿的像,包括你人过了中年之后, 像这个眉毛长出很长的这种眉毛,那都是代表着长寿。 你如果太早长出来,那不是。 那当然也代表一季之长,也有其他方面同时映像的。 还有呢,有什么老年斑啊,这些。 知日啊,一些东西。 不通的地方,它都会长出这种东西。 继续不循环。 那么真的是代表你老了。 你看他讲的阳术一点,这个尸。 尸体的尸,尸斑,也是一种斑。 那随着慢慢的腐化,是吧。 那么这个时候还能做什么呢? 其实很多老老的,虽然说经验在丰富, 但是也老糊涂了。 能做的真的很少。 通常呢,我们讲想亲父。 更多的,她是不得不去想。 比如说儿女要照顾啊。 那你从小把子女生出来。 包括对孙子,孙女为的。 对她们从小照顾,有家,爱护。 那么这个时候,就反补,反过来孝敬你了。 前面我们说过,你不是说为了让他们孝敬。 而是说,父母不忘恩,不是希望你们来报恩。 以这种平和自然的心态。 但是,子女才会不忘记你的恩情。 那么,你至少,即使你没有太好的教育,不懂。 或者压根没教育好。 那,子女就会相对的给你一些不好的回馈。 这就是所谓现实报。 这是我们家家户户最现实的。 你不信? 随便去看吧。 但是,更多的。 即使没有养育者。 好了,是打什么? 别有这么生。 生你,生者。 那包括供给你食物啊。 这是最起码的从小。 即使她有心就是为了利益回报她。 也罢了。 更多的,通常来讲,都是欠子女。 然后这辈子来还当你的父母。 慢慢这样报。 不管是善报,不管是这样循环。 那,人道有人道的规矩。 天道也是这样转转。 只是硬论方面不一样。 那么,如果说老人身体好,那是子女最信心的事。 你就会省很多心。 那如果长期病。 尤其现在医学,这种暴力医学啊。 那搞的人很麻烦。 很折腾。 那甚至常年住医院。 一辈子这个病都带了。 但是有的时候不知还好。 那自己一样。 自己身体健硕以后,就是拼的免疫力抵抗力嘛。 那与此同时呢。 那个老小孩儿老小孩儿。 老人又像小孩子一样。 那但是,从看山是山到不是山,又是山。 它是一个转变。 它是不太一样的。 也不能一样,一定不能。 我们下节课再说。